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静文论坛 中国即将出现大变革 而且很可能是激烈的变革 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荣誉教授亨利·罗文 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这样说 他表示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仅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 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 迟早也将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 吴凡先生对中国稍有研究的人恐怕都不会敬讶于亨利·罗文得出的这个结论 如果他是真正关心中国问题研究中国问题的话 他一定会很重视这么一个警告 因为罗文教授他讲的东西 他是根据世界各国新兴国家发展 在一二十年几十年来他们得出这个结论 就是说到了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中等水平的时候 他一定会要推动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 他不会停留在那个地方 而这个推动力 就引起了社会的民众的激烈的要求变革的意愿都表现出来了 这个时候这个变革就到来了 亨利·罗文预测中国发生变革的时间点 大约是2020年 但也有可能提前 为什么 他是根据中国每年呢 这三十年来每年是百分之九的增长的速度 GDP也往那走 走了三十年了 他说到这个时候呢 已经接近了那个拐点 什么叫拐点 他的拐点是根据所有的这些新建国家发展 都出了一个中个一个数据出来 当你发展到一万七千块美金平均收入 人均收入的时候以2005年的价格计算 他说这个时候这拐点就说了 一定会发生短变 那么经济会下滑 社会矛盾增加 要求强烈要求变革 那么中国呢 在这个时候发展到现在 他都应该在2015年是该改变了 人们最为关注的是 即将来临的这场变革中的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变革 出现的先后次序会有什么样的差异 结果又是什么呢 卢文教授的观点就是说 政治在前还是经济在前的变革 效果不一样 我们拿个例子来讲 拿台湾来讲 台湾是在他拐点出来之期 这个时候正好出来的时候 蒋经过说我开放党金开放报警 这个时候有政治变革带领整个社会的变革 也带动了经济它的产业生机 所以台湾很平和的不留学的进行了转变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 经济走的前头变革 而政治变革后头就是印度尼西亚 苏哈托总统一夜之间把它翻掉 最后还判刑 你统治了三十多年 经济走的那么快 它不主动的带领政治改革 结果社会马上变革 这个变革非常激烈 这两个例子说明 罗文教授警告 政治变革是对整个社会变革走的前头 是有好处的 如果经济变革走的前头 那社会动荡很难预料 国际社会一直期望中共政府 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变革 去避免这场有可能发生的大动荡 您认为中共会接受这种做法吗 到现在为止看不出来 胡锦涛讲 他们坚决反对政治改革 不走外国人的三权分裂 对吧 他的坚决反对 到现在新的一代要出来了 他们首先要巩固他的内部的政权 他不会去说政权没巩固好 他就要搞好政治改革 那怕他自己盘子搭烂了 他不敢 那么到最现实的表现 广东乌坎春这个事件 你看从影片看 乌坎春生活还不错 洋楼小房穿着都很好 生活还过得去中等水平 可是他们强烈的要求反对独裁 已经退度要求政治改革 你不改革 老百姓不愿意受你的官僚 这个贪官物理的欺诈 欺骗 卖他们的土地 所以这个矛盾在激化 那么共产党如果你不能够主动 带领政治改革的话 这个维权运动 抗暴运动会蔓延出来 像春火烧大地一样的蔓延 那你共产党怎么办呢 要么是镇压 要么政治改革 这两个选择 目前为止看来 共产党不会带领 中国走上一个民主化道路 那么结果呢 就是用经济改革 推动社会变动 社会动荡 推翻你的政权 除了这个经济的衰退啊 阿拉伯世界的动荡 以及人们对八九六四天安门的记忆 中国百姓是否意识到了这场变革即将来临 他们有心理准备吗 我想从现在的维权抗暴运动 一直做到这个城市越来越高 要求越来越高 你就看出来 普通的继承的农民可以提出来 反对独裁 这个口号 这个政治性的口号已经出来了 这口号比六四 那个二十年前学生们提出来的口号 一点不亚裕 一个农民提出来 一个是学生提出来 如果现在要让学生提出来 如果能让他开放的提的话 他会提出更要求 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通通要出来整体进行改革的话 一定会要求 而当时二十年前的要求 跟现在的要求不一样 那时候经济水平比现在低 没有互联网 没有英特兰 没有手机 现在通讯 资讯那么广泛 人们会要求 做全面的进行政治改革 这是一点的 不会放松的这么个要求 我想 下一步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么个大变化到来 有一位网友这样说 阻碍中国真正实现 突破性蜕变的是体制 没有民主自由正义的社会政治体制 短暂的繁荣 除造就一批官僚权贵家族之外 给这个民族整体留下的 将是长久的沉沦 在贫困痛苦动荡和暴力中挣扎 那么面对即将来临的变革 您准备好了吗 观众朋友 今天的静闻论坛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见 感谢观众朋友